大家好 今天在这个玉米地里 弄了一点玉米叶子 然后去喂扫鱼 我这里摘了有八捆 然后外面还有一点 在这边弄了一下午了 就弄这么多吧 等一下还有事 先把它弄到鱼塘里面去 看一下弄好之后的是这样一捆一捆 我家的草鱼非常喜欢吃这种叶子 因为这种玉米叶子非常的嫩 又是甘甜 带甜味营养也还可以 比那些野草的营养要高一点 听这个老乡说 它这个玉米卖的价格还可以 之前的话上一批是四毛钱 这一批种的玉米卖的高价 一块六 哇 赚死了 他说一斤都能赚一块多钱 成本估计也就五六毛 你就按一斤赚一块钱来说 那有的算哈 他种的这些玉米估计能赚个十几万 挺不错的 这里应该有十多捆 够草鱼吃一天的了 现在准备运到鱼汤 我们这里这条路在修啊 搞得晚上了才弄过来 他这一车先丢到这里 现在全部卸下去了 现在全部卸下去了 哇高似的 这些就先放到这里哈 然后鱼汤里放了一些 看不到 昨天就是这里过不去哈 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路完全封掉了 因为我们这条乡间小道啊 要重新铺设 以前是单行道 现在要搞成双车道的哈 啊 能从这里走路到鱼汤里面去 这边走路到鱼汤 自己搅个三四分钟吧 也不成一个哈 把这些全部丢下去吧 然后他在这里弄公路也不好放 那里在挖公路非常的吵啊 我先把我的鱼喂了 这个挖机在这里炒啊 鱼都不在啊 鱼都被赶跑了 他肯定听得很炒 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 这一车炒料已经全部放下去了哈 但是他那个挖机在那边特别炒啊 我的鱼都不来吃炒了 要等他们把工作做完 然后估计这个鱼才会来 好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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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